大家好,今天我来分享四川人最喜欢做的一道叶尔巴小吃 先把竹笋切成小粒 泡发的香菇 木耳切碎 小葱 只要葱白 老姜 锅烧热放猪油 肉馅把它炒出油 倒入葱蒜末 炒出香味 倒入切好的竹笋 香菇 木耳 炒干水分后放盐 生抽 花椒粉 鸡精 胡椒粉 炒香 放白糖 炒匀起锅 糯米粉 倒入开水 揉光滑就可以了 揉光滑就可以了 把它搓成光滑的圆形 把它搓成光滑的圆形 我用的是芭蕉叶 也可以用其他的椰子 做好上锅蒸15分钟 再焖2分钟就好了 味道非常的清香 软糯好吃